你好 欢迎回到想卖读书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书叫做 Show Your Work 中文版的翻译成为 人人都在晒 凭什么你出彩 作者是很有名的一个纽约畅销书的作家 也做过很多的演讲等等 这本书其实非常的薄 我估计如果你认真看的话 一个小时就能看完 书虽然小虽然薄 但是讲的道理却非常的大 对我的启发和帮助 真的是很难用言语来描述 书中讲了一个核心的概念 就是如何能够把我们的学习的过程 把我们的工作的过程 能够分享出去 那通过分享 可以让这个世界发现我们 看到我们 而且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意外的收获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五个启发有哪些 那第一点启发 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初学者的心态 书中的原话叫做amateur 我们当想要分享一些东西的时候 写一篇博客拍一个视频 为其他人分享一些经历 讲解一些内容的时候 经常有一种心态就是 我又不是这个行业的专家 对吧 我也不是什么教授博士 对吧 为什么是我来说 万一大家觉得我太业余了怎么办 大家觉得我其实没有那么 知道那么多怎么办 没有那么权威怎么办 那书中的作者呢就是说 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已经是天才了 已经是专家了 已经是这个行业的大咖了 才能开始分享 恰恰相反呢 我们在初学者的时候就可以开始 把自己的成长历程 一点一滴过程分享出来 而这个分享的过程本身呢 就很有意义 不但对自己帮助很大 这个世界呢 很多人也是充满了好奇 想要知道这个过程的 并且呢 如果是你有一个初学者的心态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经常提到的空杯心态 就是一个空的水杯 往里倒水的时候 是最容易倒进去的 当这个杯子比较满的时候 再往里倒水 是很难倒进去的 那我们获得成长 就要获得很多新的信息 很多新的知识 只有杯子空的时候是最好的 对吧 反而呢 有些专家呀 大咖呀 有这个偶像包袱 担心自己说的不够精彩呀 担心说的新的这个观点 不够震撼呀等等 反而就没有分享 反而错过了 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这个机会 所以第一点 大家不需要已经是 多么权威 不需要已经是多么 这个专业的人士 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分享自己 那第二个启发呢 就是分享你的经历本身 对于大家来说 都可能非常有价值 都可能会帮到很多人 说的作者也提到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看 那个最终完美的那个成果呀 最后那个大结局呀 对吧 当然很多人喜欢看 不过更多的人呢 也许对整个这个事情 发生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感兴趣 你是如何做到这件事情呢 一杯咖啡是怎么做出来的 一张披萨饼是怎么做的 一碗手拉面是怎么撑出来的 我们往往对这个过程啊 其实是更加感兴趣的 如果你愿意把这个过程分享出来 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那么作为我们平时 如果你是刚刚开始起步 你喜欢的这个话题 你想学习的内容 你想研究的这个方向 如果你还没有什么影响力 你可以把对你有影响的这些人 让你觉得很受启发的这些人 把他们的这些故事啊 把他们的一些一些观点分享出来 如果你已经进阶了 到一定程度了 你已经有些研究了 你已经在这个学习成长的路上了 就可以分享你自己的学习过程 如果说你已经是这个行业里 非常权威的人了 那你就分享你的研究成果就好了 不管你在哪个阶段呢 其实都有机会 把你的经历和过程分享出来 而且一定会有人因此受益的 那第三个我受到的启发呢 就是把自己变得更优秀 比你认识更多很优秀的人更加重要 书中作者就说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呢 往往很喜欢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If you are not networking You are not working 这句话呢有点误导性啊 就觉得你平时就应该多去参加社交活动 如果你没有在networking认识更多的人 那么你就没有真的在工作 但是书中的作者说 还有那么一群非常聪明的人 他们并没有浪费时间 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去认识更多很优秀的人 好像自己的人际关系网正在扩大 但其实这些人际关系呢 对自己的帮助呢 也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而更加务实 更加有确定性的一种做法呢 是把自己变得非常的优秀 并且呢 充分利用互联网的红利 把自己呢 分享出去 传播出去 所以书中的原话就是 你与其不停的去networking 不如你take advantage of the network 自己在家里啊 在办公室里啊 在车库里等等 非常专心的去做你 特别喜欢做的事情 并且把你学习 研究的整个过程 分享到这个世界 而且你的这个 分享的成果啊 无论是一篇小文章 无论是一个小视频 无论是一个podcast 都可以 它就像一个小机器人一样 你一旦创造完之后 上传到网络上 这个小机器人就会 24小时不停的 带着你的想法 带着你的这些内容呢 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到世界的每个大洲 每一个有互联网的地方 原来在世界上 如果你想把一个信息 传递出去的话 你可以想象 只能是赶着马车 坐着那种蒸汽火车 一个村庄 一个村庄 一个部落 一个部落的去传递你的想法 原来美国总统竞选 都是这么竞选的 但现在就不需要了 现在只要你把你的想法 放在网上 这个网络会慢慢的开枝 开花 把你的这个想法 散播到世界各地 哪怕是在你睡觉的时候 那这就特别好 所以有的时候 有些社交活动 参加一下 多认识朋友 挺好 但是不要沉迷于 或者是不要迷信 你认识更多优秀的人了 你就会怎么样 而是应该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这个来得更实在 第四个启发 就是如果你想要学会一个东西 一个概念 一个知识 一个技能 那么最好的方式是 你以输出为目的去学习 换句话说 你不但自己看懂了 学会了 你还能用自己的语言 把它讲解给别人听 还能把别人给教会了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知识才是你真正属于你的 我经常说 能够输出的才是最好的输入 就是说 你不一定真的把每一个 你学到的东西 都去讲给别人听 拽着你身边的人 不行 我一定要跟你讲讲 这个量子力学什么意思 跟你讲讲 这个区块量什么意思 不需要 但如果说你在学习的时候 你就在想 如果我把这个概念 讲给别人听的话 我如何能够用最简洁 最清晰 最通俗欲懂的语言 把它给他讲明白 如果你每一个你学的东西 都能用你自己的语言 想明白 这个知识就一定真的属于你 而且能记住 有点不忘 第五个启发 就是一定要坚持下去 作者书中的原话 就是stick around 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在变 不管是我们 传播信息的方式 这些社交的平台 我们传递信息的这些渠道 都是在变的 对吧 那么有一点不变 就是你可以一直坚持 分享你要分享的东西 养成一个好习惯 每天分享一点点 你可以每天发一个朋友圈 每天发一个微博 每天发一个视频号 每天发一个podcast 每天写一篇博客 长短不重要 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人看 没有人给你点赞 没有人给你喝彩 没有关系 只要你坚持 那么互联网 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堂课 就是无论你感兴趣的 那个东西 多么的小众 多么的niche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 你都不是唯一的那个 你都可以通过分享 吸引到那些 对这个话题也感兴趣的人 慢慢的就会形成 一个小小的一个社群 一个小小的一个community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的这些分享 不但可以帮到很多人 更重要的是 可以把你很好的展示出去 各种工作的机会 人生成长的机会 都会通过你的分享 这个给你带来 我自己是这方面的一个 非常大的受益者 所以这是我这本书 给我带来的最好的五个启发 如果你想听 这本书的完整的语音讲解 一共是60分钟的一个中文的讲解 你可以到屏幕下方的这三个平台 安卓用户可以到Spotify 苹果的用户直接去Apple Podcast 或者你用Audible的话 也可以找到我们 只要搜索小麦读书 这四个字 就可以免费的收听 这本书的完整的讲解 当然也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maxbookclub.com 小麦读书的官方网站 获取这本书更多的信息 作者的介绍 思维导图等等 感谢收听 咱们下一本书见 咱们下一本书见